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台中市长林嘉龙访日期间拜会驻有商市诸事会社,希望对各项开发计划、绿色能源等搭建合作桥梁。 林嘉龙表示,期盼未来与驻有商市相互建立窗口,讨论投资合作事宜,若驻有商市投资台中,市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事项。 市府指出,驻有商市成立于1919年,是日本首区一指的大型综合商社,跨足的行业与产品相当多元,包括金属制品、机电、不动产、化学品、电子、要装电视野等,驻有商市最新企业营运策略,则将电动车、电池产业及封电产业等列入主要推动内容。 林嘉龙拜会驻有商市常务执行一元删业因素时,双方针对封电产业、地产开发、智慧城市等发展经验进行交流。 林嘉龙说,他担任市长以来,积极进行招商,促成三井在台中港设立Outlet Park,三菱电机也在台中增加投资,期待未来与驻有商市更进一步合作。 希望双方建立联络窗口,讨论合作相关事宜,若驻有商市投资台中,是否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事项? 他又说,台中正在进行双港计划,期盼透过开发,将过去落后的双港地区发展得更完整。 而双港地区未来也将配合重工业、离岸锋利等绿能发电进行发展,希望驻有商市能协助进行相关开发计划。 山列英树表示,驻有商市在日本有22处分支机构,在海外则有107处,其中,台湾办公室于1953年成立。 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包括药装电事业、台铁EMU800型电联车、鹏湖海底电纳工程等,未来希望能在与台中进行各项商业往来。 期盼深入合作,市府经发局指出,驻有商市的最新企业营运策略包括电动车、电池产业及封电产业等,与台湾建构绿色能源社会的发展愿景相符。 而大渡山精密机械黄金纵骨,刚好能提供这些新兴产业最重要的产业聚落,例如完整的电动车辆零组件产业上下游供应链体系,将台中港规划为离岸丰电产业园区等,期盼透过这次办会,搭建双方合作桥梁,共创无限新商机。